哎呀,我們又看到我們的蕭生有消息了 其實是不關他的事的,是他賣了給這個 松草大王的人民超市,就說結業了,哎呀,真可憐 真是 人家買回來兩年左右,那就結業,那就是 又輸一塊 難道賺錢 賣什麼?劉定堅你沒有玩東西,我關心蕭生,所以他以前 那個兒子 我也會關心的 是不是? 首先,我一直沒有特別留意蕭生 在節目中說,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說過 就說這個人民超市就已經賣出去了 因為呢,其實 以我所知,有很多 黃絲是會去光顧的 如果不知道這樣,哎呀,這樣就不是那麼好,好嗎? 大家是不是都清楚了? 因為我不是香港,所以我不知道 哎呀,真是沒有用的,我真是 首先呢,我覺得人民超市賣了一盤,早兩年的時候,其實對蕭生來說是好的 為什麼呢? 我是光顧過的,老闆 你看我那件心多黃,是不是呀? 那時候我又變了色系王,那就去光顧一下他,是不是呀? 其實我又想看看是否 還有另外一間的 賣秘的蘿蔔糕啊自己 又會更好吃,因為他經常會在做報告的,在台上準備追了 radi 因為經常在台上 pasta креп 然後我老婆說,去找 PSY Woo 他就說很厲害,說全世界最好吃的蘿蔔糕 我就試試看 結果 老實說,我真的太太 真的 跟其他那些 老實說,先比不上一般的酒樓 因為酒樓那些給我的感覺 可能是我幫襯那些 蕭先生那些沒什麼料到 老實說,那些 臘腸 那些 碎濕濕的 很少的 我還要等 又要去拿 很煩啊 訂完之後去拿 真是搞不定 結果我買了很多 又蘿蔔糕又年糕 我忘了買回頭糕應該是有的 買了三四種糕 買了很多 結果 就是很淡厚 老實說 那些材料 不是糖味 那樣 買人民超市的東西 那個反應 因為我是一個消費者 是不是 我現在說一下 當年我買了一大堆 我也去過兩三次的感受 第一 第一 就是 那些 貨 我去荔枝角那裡 那些貨都放在那裡 他宣傳有很多便宜貨 有底 那就去吧 你每次去到那裡 就一定是 基本上是這樣 十乘十 那些好賣的又便宜的 就沒有了 那些不好賣的就是一大堆 都放在那裡 哇 真是很失望 為什麼 大哥 要開車去 去到 沒有 你說是不是很失望 因為 它不像HKTV Mall 那樣子 要真的 那些買家 去 浪費一些時間 去用一些時間 去上到你的店 之後就慢慢看 慢慢買 然後又要拿走 那樣子 是真的浪費了很多時間 那好麻煩 誰知道去到 大哥 原來想買的東西沒有 那你說沒有興趣 那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有一班人 我看到有一群人是一直支持住 他的人民超市 有的 我去的都不是一個很旺的時間 因為我都盡量避開 但是都是有人在購買的 所以應該是OK的 但是 我覺得 不是很能夠令到一些客戶 因為你知道我們都會八卦 聽一下幾個人說話 有時候問一下兩句 結論就是大家都一樣 因為大家都想去買那樣的宣傳的便宜 但是結果 我接近90%以上 就是失望的 這個就是這樣 有的 凍肉也是便宜的 但是你計算你 運費 你自己去運 是不是 時間 就是浪費了 還有很多 裡面的東西我們就沒什麼興趣 因為很多納納納納的東西放在 又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價錢 那麼 我覺得 給我的感覺是什麼呢 黃店 的 慢慢消失 就是黃色經濟的消失 這個是其實是其中一個的例子 他們當然啦 算是在兩年前 就已經消失了 是不是 因為為什麼呢 我會覺得 例如你去支持 你繼續去支持 你繼續去支持 蕭先生 這個 是黃的嘛 蕭先生是不是 就是正黃 然後呢 你去到一定的危險 會不會被人拍照呢 就是 然後又要 抽清你 或者 不用問你啦 你去那邊 經常去支持 買 就是支持 黃 是不是 你支持黃 於是 大家對你的前途 或者有什麼事發生 就指責你了 有問題的 是不是 所以 當 這個政治的浪潮 越捲越厲害 去到國安法呀 要訂立一些條例呀 對付你這些 反政府呀 反黨呀 這些人的時候 大家越來越害怕 越來越害怕的情況之下 就盡量 少一些 所以 人民超市就沒得做了 那麼 松草大王可能覺得 人民超市沒得做 是因為他黃的嘛 我不黃 那我就可能有得做了 結論就不是這樣 結論是你不黃也沒得做 因為為什麼呢 整個店 真的 我看不到有什麼特色 即是你要做一個店鋪 做一個生意 你要成功 你要做到一個特色 那麼蕭先生這個店鋪 我看不到有什麼特色 沒有什麼貨 因為 好買的你又沒有 不好買的呢 一大堆 那我上來幹什麼呢 來一兩次 其實就很生氣了 但是你又解決不了我的問題 幫不了我 那就不行了 那麼 因為其實之前 蕭先生做的時候 已經有一大堆的人 就是 去支持 其實是等同是他想去 利用支持 蕭先生那個 的 生意 因為他有一段時間 他說他會捐錢 給一些 學生 或者走到外國 生活得很困苦 後來這件事 蕭先生 斷言說 沒有啦 因為為什麼 你會犯國安法 他又不敢 他完全不敢 籌款 又不敢 將你生意 扣上去 要不然就更加煩 於是 那些人就知道 那些人就知道 我不會因為幫了你這個 超市去買東西 是想達到某一些 我想間接去做到的目的 那我沒有了 沒有了這件事 更加 令到大家的支持力度 減輕 剛才我說了 有風險的 被人 拍照 麻煩 沒有了 籌款功能 同時 因為 當大家現在的 黃絲 一直沉寂 有些 移民 這些 熱情就會退卻 你買的人 原本也 買多一點 現在買少一點 有些人 早知道 你也不是 黃店 我直接買都不買 於是 那就可以了 那當然 這個 重草大王 他認為有得做 也是他的問題 可能他也要散了貨 那 我覺得因為 你不能夠比 黃偉基的HATV 很煩 香港人很怕 這件事 便宜 又不是便宜很多 便宜價 很好的Quality 又買不到 這件事 不過老實說 我親身吃過 蘿蔔糕 他經常說 沒有什麼 發酵劑 等等 但總之 Quality 不行 對我來說 非常之失望 當你 那麼辛苦 走去安排時間 走去買這些貨 又不行 那就有問題 浪費時間 那 黃店的 這件事 就失望了 然後大家 又 因為買不到好東西 就生氣了 所以 店又沒有特色 沒有生存 基礎 我又另外說回 其他餐廳 其實我都幫襯過 那是木棉花 還是木什麼花 我忘記了 在中環 吃韓牛 還要走到地牢 有個女生招呼 都給了不少錢 是不是 去吃這個韓牛 老實說 又是 沒有能夠令到我去有 下次再光顧的衝動 這個就是最嚴重的問題 因為沒有什麼特色 你說那些韓牛很漂亮 跟我在日本吃的和牛 我覺得有很大的距離 完全不覺得 你知道 蕭先生的嘴巴很厲害 在網上說到韓牛很好 但是 我感受不到 這是我直接接觸的客人 後來又去過 我 那次應該是COVID-19的 前端 那時候還沒禁止 我去過去旺角的 兼韓燒去幫襯過 都是限時限刻的吃點餐 我們沒所謂 我們真的吃得很快 但是 是一般這樣的 貨色 總之 同樣的反應就是 不會令到我有衝動 或者我家人有衝動 不如我們再去一次 沒有 這個就是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蕭先生 其實 無論是人民超市 和開餐廳 其實他也不太擅長 現在已經證實是 他之前的人民超市 做不到 現在的餐廳 經常都說虧本 做了什麼鬼 蕭先生 其實 沒有應該做 其實 蕭先生做餐廳和人民超市 已經比其他人有優勢 第一 他是本身已經有名氣了 是不是才是名人來的 之前 《大地恩情》 又拍電影 又有些人 又經常在電台說話 他是一個名嘴的名人 應該會有一群的粉絲去支持 實際上也是 然後又有 黃絲又特別支持他 再加上他每一次說話 有幾十萬view 有很多人支持他 在這三個大的優勢之內 只證明不到 蕭先生可以堅持到 開了這麼簡單的生意 這就是代表什麼 我覺得蕭先生是不適合 做這些生意 甚至乎是不適合做 生意 這個就是我的結論 因為 他不一樣以前 即是沒有了一種魄力 我看不到他 例如做這個 餐廳 做這個人民超市 很多時間可以改的 沒有 改不了 即是經常去 結論也是看到 那些問題 即是我有去過餐廳吃飯 一般 非常一般 即是 不是真的 我上次回到北角那裏 有些茶餐廳是很好吃的 真是 合理的價錢 又很好吃 甚至乎早餐也做得很好 但是 我又去過蕭先生 就完全 感受不到這件事 這個就是最嚴重的問題 但是你已經有優勢了 但是為什麼呢 優勢沒有用的 要最後看你的質素 你的質素 你能不能給到好的東西 喂大哥 我是消費者 麻煩你 給我一些好東西 沒有 沒有這樣 那就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 他經常說 不要做了 不要做你餐廳 為什麼 因為做不好 就是這樣 但是我又想問一句 既然現在做不好 蕭先生以前很喜歡教人做生意 上市公司也賣了 人民超少也賣了 餐廳也做得不好 那怎麼教人做生意 其實蕭先生可以這樣 不如開一個 失敗生意的課程 大家學一下 是不是 也好 怎麼失敗 什麼原因 你又不要學我了 其實你都可以把失敗的來分享 但是他又沒有 你攤開一條數 他 教人怎樣 平時都很厲害 教人這樣 那樣 你教人 我這樣失敗 我請了哪個廚師 又或者人工 怎樣 怎樣怎樣 其實這個就是蠻好的課程 我經常聽他的影片 但是他又不肯說自己失敗的 原因 失敗的 資料給我們聽 讓他學習 這件事不是那麼好 其實 很有吸引力 大家想看看你 如何失敗 我們後輩又可以學習一下 那就好了 是不是 如果你做一個生意 是在你現在這麼有經驗的情況之下 有連環失敗的話 我想就真的要檢討一下 包括 蕭先生不是只是說 餐廳 人民超市 上市公司 這堆東西 其實 當然 近年 大家都會說 喂 蕭先生 你的KOL的內容 很有問題 就是 雖然他說 很領先 Subscribe 但是我看到他的點擊 是一半 再加上 從點擊上面又看到 他的收入 也是 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我會覺得 當然是很高了 蕭先生當然是厲害了 跟我們差很遠 但是 對我來說 已經是 對我或者對一群的支持 蕭先生來說 是不斷說到他 例如說很多題目 不斷重複 他的資料 他以前也說過 你要解釋得好 要看很多書 他主要是靠吸收 我也這麼說 他以前的東西有距離 去做生意 認識不同朋友 有些經驗 累積出來 大家去分析 但是 近年 不是近來 是近年 他的內涵 真的不行 這是嚴重的問題 我不知道他的Patreon 有沒有不斷跌 我估計就會 因為我自己本身 已經相當用放棄的心態來聽 真的是 很失望 那麼 再加上呢 有時他又做了一些東西 令我們覺得很奇怪 原宇宙是其中一個 他做之前 很有信心 信誓旦旦旦又足 趙博又 原宇宙的東西 原宇宙的東西 但是發覺 沒有了聲音 完全不感覺有原宇宙的存在在他那些東西的空間 當然 是有東西的 但是 徹底在市場上 沒有影響力 他又說要成全 以後大家去那裏 留在我們自己的生活當中的香港 是不是有 沒有了 不要覺得 即是 裡面是不是大家去到 又說我可以化身做什麼人 他講得很精彩 以前 有多少點擊 有多少人支持 又沒有說 但是以我所理解 我問問問朋友之類的東西 就沒有人去搞的 那麼你想想 從 餐廳呀 人民超市呀 從以前那個韓國餐廳呀 韓國餐廳呀 又跟著 你自己現在的KOL 上市公司呀 又二環財務呀 又再跟著 就是這個金融宇宙 是不停的 我覺得有一樣東西 其實會不會 蕭先生已經是很疲倦 尤其是 他去了台灣 就是 我覺得他好像 不是很適應 在這些 這樣的情況之下 再繼續 我用了他們詞彙啦 操勞啦 是不是呀 我覺得 其實會不會是 他以前經常說的 他會退 即是急流勇退 現在就真的不是急流 老實說 現在是 一般的 流流得不是很急的 如果是這樣 不如退了 不要做 是不是 他這樣有錢 是不是 無謂再搞 我看到他很辛苦 Yen又說 要入醫院 要做通波仔 那些事情 既然如此辛苦 而且出來的 效果 不是這樣 不如留下一個最好 你經常跟太太去旅行 就是 就是 這樣是會 讓人 會容易留下一個 比較好的印象 因為你其實也沒有啦 你自己也 不是很需要啦 是不是呢 都是這樣的年紀 你的錢夠肯定夠了 你什麼啦 那就無謂再搞啦 我覺得 大家都期望 你退休 就退休沒有消息 那就OK啦 是不是呢 大家就覺得 啊 這樣很懷念你 我想這個是一個 比較好的結果 我看不到現在的蕭先生 還可以有什麼特別的 大的東西 表達出來 我看望 我這個意見早點實現啦 蕭先生可以退休 可以休息 環遊世界 是不是 環遊世界 不要去中國 他不要去中國 不要回香港 是這樣的 其他地方他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就OK啦 是不是呢 江榮忍退 就不要是這個人民超市 是蕭若元 啊 蕭若元 江榮忍退 這樣大家有開心 支持他有開心 然後大家會永遠懷念 但是他又說要什麼 好像要100萬訂閱 不要等啦蕭先生 公榮忍退 就算有100萬訂閱 又怎樣呢 不過數字而已 是不是 不如 留給其他 可能有些人更聰明 有他們 我不行的啦 我沒有那麼厲害的 其他年輕人 讓他們跑 蕭先生 我祝福你 早點 退下來 讓這個 退休沒有消息 真真正認出現 不要以前 以前我聽過你講很多次的啦 我推啦我推啦 我每天做幾條片 又說不做又說做又說不做又說做 不要做啦 收起來 接起來 然後 休息 就算不錯啦 好 希望大家 喜歡這條片 希望大家祝福 退休沒有消息 快點出現 OK 拜拜